第六十四章 狮子 鼻子伺候您洗漱 不必 罗天成穿戴好 深深地望他一眼 齐悦 你是聪明人 需道该怎么做 嗯 齐悦低了头 罗天成大步走了出去 丢下淡淡一句话 以后 我会经常过来的 门打开 树东的风灌进来 室内旋律颓迷的味道 就随之一散 那个人影早已不见了 齐悦收回视线 心中又酸又喜 喜得是自己赌对了 没有仗着柿子 在自己床榻上 在胡乱纠缠 柿子风明是不想让人知道 他如今不愿意 喷女人身子的 以后恐怕只会来这里 让他遮掩 那么 他将会是通房丫头中的 头一份 说不准 等大奶奶进了门 柿子联系 抬个气还是有望的 酸的是 若是柿子一直不喷自己 将来 又怎么会得个孩子傍身呢 没有孩子的妾 就是无根的扶贫 主子一句话 就把他指给旁人 也是常见的 齐悦扯着帕子 纠结了半天 才终于露出一个笑脸 柿子不是不成的 又这么年轻 他就不幸以后 次次如此 总会有耐不住的时候 而他要做的 就是耐着性子等待 退一万步 就算柿子真的不碰他 好歹还进他的门 总比那些等得望眼欲穿的强 外人眼中柿子的宠爱 足以让他日子过得顺遂一些 满腹的下人 哪个不是坟高踩低的 把满是狼藉的床单扯下 抱着走了出去 哟 齐悦姐姐 叫王婆子过来说不就得了 怎么还亲自抱去呢 同住西跨院的几人 昨夜都没有睡好 早早的就站在狼屋下闲聊 眼睛时不时 撅着昨夜被他们盯出洞来的房门 见齐悦抱着床单出来 个个红了眼 柿子昨夜果然睡了这个浪蹄子 这一大早的 居然就抱着床单 出来刺他们的眼了 实在是可恨 喜悦微微一笑 袁山妹妹今日起得到早 只是气色不大好 我以前就是自己抱去的 袁山妹妹可能没有碰见 像他们这种身份 都是没有小丫头伺候的 换洗的衣物 都是等着往后 照房的王婆子来收 再统一送到换衣房去 说到底 通房丫头甚至连主子 跟前得脸的大丫鬟都不如 那些大丫鬟 还有一个小丫头伺候着呢 他们呢 主子宠爱了就能扬眉吐气 说是不待见 那真真是连个大丫鬟都不如 喜悦再一次下定了决心 姨娘她是当顶了 哼 其悦姐姐可真是勤快人 袁山甩了帕子 扭身走了 其他几人心中虽然记恨得发狂 却远比袁山谨慎一些 世子久不踏进西跨院的门 头一遭过来就进了齐悦屋子 这以后到底如何还不一定 万一齐悦得了世子的宠爱 随便给他们下点半子 那可都是没有处哭去的 事宜各个挂着勉强的笑容 闲扯了几句 才方齐悦离去 罗天成出了郑国公府 骑马向朝云长公主府赶去 现今天已经冷得很了 此时日头还没有出来 地上白花花一层冻霜 骑着马速度快 风就如刀割般刮在脸上 冷冰冰的疼 罗天成却早已习惯 非但不觉得不是 反而是神清气爽 昨夜到底是比用冷水洗澡强多了 只是细想 又觉得有几分荒唐 马蹄哒哒 敲击在青石路面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清脆接着时候已经热闹起来 罗天成浑然不觉 骑马之声闹事 心思却飘到天外 女子的哭喊声传来 罗天成回绳 身体几乎比头脑反应还要快 拉着缰绳 死死把马往一旁扯去 马前蹄高高抬起 长刺一声 粗大的鼻孔喷出白气 欲冷成雾 像是两道小小的白龙 那女子就这么跌坐在地上 白色衣衫 是被拉扯过的凌乱 发脊因为奔跑而散落下来 青丝也应见 隐约露出一张绝美的脸 罗天成目光 在女子身上停了停 这女子穿的是一身小衣 两三个大汉追上来 其中一人求须满面 见了女子就上来扯 口中骂骂咧咧的 小凉皮 你居然还敢跑 还不跟我回去 白衣女子死命挣扎着 不要 我 我死也不会跟你们走的 胡须男争吟一笑 毫不怜惜地扯住女子衣襟 你不是卖身葬妇吗 何必多次一起 直接一身抵债不就成了 喊着你那死鬼老爹 早就把你输给我们了 女子淒厉喊着 仓皇似骨间 发现骑坐在马上的罗天成 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猛然推开了胡须男子 向着他的方向连奔带爬 公子 求你救救我 罗天成紧握着缰绳 马儿已经安静下来 那女子大概是慌了声 见近在直驶的救星 骑在马上 进去抱马的腿 马儿再次受惊 扬起蹄子 就向女子踢去 围观的人发出惊呼声 胆子小的甚至捂住了眼睛 不敢再看下去 就连追赶白衣女子的几个大汉 都一时忘了动作 就这么呆呆望着 火光电时间 罗天成纵身一跃 一身悬疑在半空荡起优美的弧线 一眉翻飞间 仍已落地 揽着白衣女子 转了几圈落在旁处 纳门儿打了个响鼻 前提落地 场面有短暂的安静 接着 人群中爆发出叫好声 刚刚睁开眼睛 看到这副英雄救美场面的 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人群中 一个紫衣男子笑了笑 哼 罗世子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 天赋不浅啊 紫衣男子 以咳嗽掩饰笑意 视线又落在人群围神的场地中央 公子 多 多谢了 白衣女子脸色翡红 眼中泪意连连地凝视着 把她抱在怀中的男子 却忽觉的身子一重 那双揽住她的手已经松开了 姑娘当心些 我是什么都能随便抱的 若是马儿受了惊伤了路人 这责任该谁来担 罗天成一大早的好心情打了个折扣 眉眼显得一发冷气 乃衣女子绝美的脸庞 仗得通红 犹如盛开了大片大片的桃花 让人望之沉醉 声音更是娇柔 姑子 是 是我一时慌了身 说着泪水涌了出来 却不是毫无形象的涕泪横流 而是一颗一颗泪水 如珍珠一般 从白晶红月的面旁滚落下来 像是春雨打着白脸 纯净美好 行了 别哭哭啼啼了 赶紧跟老子回去 虎须男子如梦初醒 大步走向女子 女子身子一颤 眼睛惶恐的大睁 下意识地就去抓罗天成的衣袖 公子 求您救救我 罗天成侧开身子避开 目光落在虎须男子身上 大概是从罗天成的穿戴 看出飞服即贵 虎须男子与其收敛了几番 公子 劝您莫要多管闲事 这小娘皮的爹 欠了我们银子 如今人死了 我们就拿着小娘子抵债了 朕说着 旁边一人猛拉他的衣袖 脸上戴着金句 压低声音道 大哥 快走 这位公子 是五臣必码司的官爷 此人虽是刻意压低了声音 奈何天生大嗓门 这话还是被许多人听到了 胡须男子面色大变 不敢再看罗天成 疼狠地瞪了一眼白衣女子 小娘皮 今日算你走运 等改日再来找你 到时交不出云子 就随老子乖乖去楚小阁 地痞怕官差 几人急慌慌离去 女子神色一松 普通跪下来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人群中 窃窃私语声响起 有的议论罗天成身份 有的夸赞他的意据 六皇子二人 则笑眯眯地看着热闹 罗天成并不喜欢被人围观 可见众人依旧不散 似乎还要看到大团圆结局 才心满意足 暗自咬了咬牙 才道 多少银子 女子愣了愣 你欠他们多少银子 五十两 女子羞愧地低下了头 一张银票轻飘飘地 落在女子手上 罗天成说完 冲女子抱抱拳 牵着马儿转身就走 女子却追上来 公子 女子微红着脸低下了头 既然公子买了我 那我便是公子的人了 为怒为逼都可以 只求公子上我跟着 罗天成皱了皱眉 在下说过了 这银子 是替马儿给姑娘押金的 并不是买了你 公子 您出了银子 就是买了我 奴以后生死都是公子的人 求您不要丢下我 女子声音娇柔 面容绝美 这么苦苦哀求着 为官之人就跟着劝了起来 哎呀 这位公子 既然您出了银子 就带这位姑娘走呗 不然 岂不是亏了 姑娘 在下再说一次 当下的银子 并不是买了银 在下还有事 告辞了 公子 女子欲拉罗天成衣袖 罗天成轻巧避开 面色微冷 女子却普通跪下来 公子 我不能平白要您的银子 您大发慈悲 就带奴走吧 奴什么活都会干的 罗天成皱皱眉 不能白要我的银子 不然就是买下你 女子神色绝然地点头 罗天成俯身伸手 女子恋色一喜 痕情默默地伸出手来 就见那只修长如竹的手 轻巧地捏起银票 然后起身上马 偷叶不回地走了 罗世子 六皇子二人跟了上来 罗天成勒住江神转身 有些诧异 六皇子 萧世子 六皇子狭长的眼睛笑意连练 罗世子可真真是不解风情啊 罗天成笑了笑 没有反驳 萧世子却有一些不赞同 罗世子 罗世子就没想过 你把银票收回来 那女子狭长如何吗 哦 换别人把她买走 罗天成仔细想了想 肯定地点头 那位姑娘有些姿色 想来五十两银子 还是许多人予出的 罗世子就不担心那姑娘 再露入虎口 罗天成调调眉 好笑地道 萧世子也看到了 那女子就喜欢卖身为奴 偏偏我家丫鬟多的不想买 既然这样 可不把机会让给别人 再说 再说什么 再说我今日带的银子 本来就不多 罗天成坦然道 六皇子倾笑出声 随后问 罗世子这是去哪里 越来寒二公子一起喝酒 啊 银子子不说我倒是忘了 长公主府有几株老梅花开得特别早 可是有名的 赎金不是开花了 少没喝酒可是乐事 不建议我们凑热闹吧 六皇子眼睛亮了起来 六皇子能去 暂时最好 三人接骑了马 向着朝云长公主府行去 长公主府中的真妙 却是满眼含泪 无可奈何地望着重洗县主 这么冷的天 天还没有亮呢 就被从温暖的被窝中 拉出来下棋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定是她醒来的方式不对 重洗县主 不该是清贵冷淡 众人皆醉 我独醒的贵女吗 眼前这个柳梅倒数的是谁 真妙 我让了你十个字 你居然还能吓成这样 真是 真是雄木不可凋眼 真妙露出一个灿烂的笑 拽住重洗县主的衣袖 毫无黑色的道 县主 请放过雄木吧 什么是树叶有专攻 县主到底是懂不懂啊 非要鸡蛋会飞 母猪会上树 这不是坑死人吗 真妙眼神流露的强烈祈求 让重洗县主一阵 神情转化下来 真妙暗暗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松动了 就见重洗县主 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 真妙 抱歉哪 是我太心急了 雄木开花总会有个过程 哪有几日功夫 就枯木逢春的道理 真妙笑容一江 重洗县主继续安慰道 反正至少你要住上各把院 不急 我们慢慢来 真妙身子晃了晃 猜到 真妙 你怎么了 重洗县主 拉了拉倒在桌子上的人 真妙绝望地抬头 我一定是在做噩梦 县主 麻烦等会儿 你重新叫醒我 狐狸趴在桌子上的真妙 没有看到 重洗县主垂下的眼帘 遮住的那抹皎洁笑意 县主 二公子请您去赏梅 碧翠挑了帘子进来 重洗县主坐镇身子 恢复了矜持的神情 淡淡道 已经有梅花开了吗 是的 二公子说 昨儿才开的 碧翠恭恭敬敬地回道 重洗县主 看一眼外面的天色 如今已是十一月 这个时节的京城 虽未下雪 天确实冷得很了 不过比起寻常梅花 走了一个多月花期的梅花 还是值得一看的 重洗县主 垫起了身 对碧翠道 把那只青花瓶口梅瓶抱上来 等赏完花 折几时给母亲送去 碧翠应声是 去多宝阁 去梅瓶 真妙 带上骑 我们走吧 刚爬起来的真妙 差一点再次栽倒 县主 你到底是有多执着啊 去赏梅 还要带着棋 那个 县主 我就不去了吧 一早 就来你这里 也该回去了 虽说 回来住处 并没有什么事 可寒二公子 邀请县主去赏梅 他跟着凑什么热闹 碧翠正抱着梅瓶过来 等 县主 婢子还忘了说 今日六皇子 罗狮子几人也过来了 重启县主 随意取了一件 玫瑰紫 压正红厂衣 披上 淡淡地道 我们去赏梅 却不是看人 谁来都无妨 真妙 我们走吧 听到罗天成也在 真妙本能地 觉得那个人 恐怕是来找他的 毕竟 进府之前 他是递了馅儿的 他可不认为 那人纯粹地有 赏梅喝酒的兴致 就跟着起了身 在袖折之花 绿色段子小偶外 又套了银鼠皮的斗篷 这才到 县主 我们走吧 清歌率真 阿鸾沉静 来了这里 因为考虑县主性子冷清 真妙便只带了阿鸾过来 清歌则留在长乐院那边 以便真妮有什么事 可以过来传话 二人秀中揣着手炉 各自带了一个丫鬟 向外走去 一出门 凛冽的寒气普来 真妙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原本她是日坚持断练 身子还算不错 奈何这大半年来 折腾了好几次 特别是春日落水 当时还不觉得 到了冷天 胃寒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 幸亏是穿得厚 真妙深呼吸 适应了片刻也就好了 赏梅的地方是暗香亭 到了那里就不冷啊 重启县主淡淡说了一句 碧翠脚下一顿 县主以气虽大 可这关心的话 身为大丫鬟 她还是头一次 听县主对外人说 雾游暗暗地 看了一眼 一间被动得通红的真妙 心道 这位真似姑娘 怎么就投了县主的演员了呢 走了一刻多钟 就看到假山旁 一座四角亭 里面挂了沙掌 隐约可以看到里面 几个身影正举杯畅体 亭外挤出红眉 临心开着花 却别有风骨 重启县主也不过去 就拉着真妙 驻足敞眉 还是六皇子掀起沙掌 露出个雪后出情般的小种 重启表妹既然来了 怎么不带真似姑娘进来 六表哥 重启县主行了礼 淡淡地道 既是赏眉 总而先看过花再说 六皇子目光 就落在真妙身上 真妙跟着诗礼 起身时抬了眼帘 目光与六皇子身后的人对上 即使不见 这人倒似乎更黑瘦了一些 六皇子敏锐地察觉到真妙目光的方向 心中一瞬间划过难以言说的不满 何太妃 身得如此像的人 一眼注意的却是别人 这感觉很不爽 可很快 六皇子就回了神 而人在想 眼神却是不像的 眼前的人眼神清澈的如初时世界的质子 却也失去了让人探究的欲望 到底和太妃是不同的 六皇子勾了勾嘴角 真似姑娘 我们罗世子可是等你很久了 那位萧世子也笑嘻嘻地看来 一脸打趣的样子 然后又忍不住草了阿乱几眼 韩尔公子面容和重启县主相似 属于清贵公子的气质 听了六皇子的话 一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真妙却大大方方地走过去 冲其他人见了以后 对罗天成笑道 罗世子啊 能在这里遇见 好巧呀 罗天成自然地走过来 嘴角含了笑 确实巧极了 给了真妙一个 比有深意的眼神 他会暂时再煮了 好可 갈 好吗 我 需要 我 我 Bike